柏林的面貌日新月異 从建筑上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整座城市的发展演变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 柏林的建筑工程比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而波茨坦广场设计大胆 规模宏大还一度是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现场 当然很多的建筑设计师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汉斯·科尔霍夫就是其中一位 他设计建造了波茨坦广场 十分有名的砖结构建筑 在柏林市中心各处都是美轮美奂的建筑物 同时还有大量的建筑工程项目正在进行 展示柏林就是一个专门组织大家参观 柏林建筑工程的项目 1996年波茨坦广场上著名的红色信息箱 就是柏林的第一场展示 大约有900万人爬上了阶梯 亲眼见证这个巨大的建筑 是如何从无到有的 在展示柏林项目中 参观者也可以看到最初的设计方案 以及预想中建筑完工之后的模型 利奥波德逢斯特桥 是展示柏林项目的负责人 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展示活动 能够拉近市民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展示柏林项目 让更多的柏林人对自己的城市建筑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展示柏林项目的人员也发现 参观者对于建筑设计建设方面 提出的疑问和意见 越来越专业 看来让居民参与城市的建设 关注建筑的工程 的确是一个分享城市生活的好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